哈囉 講完了剪裁跟調整大小之後 我們現在要來說一個P次加框跟P次調整大小的部分 你可以不用每一張圖片慢慢去像之前說的那樣調整大小 你可以一次把它做轉換 一樣開啟Photoscape之後 進來這些工作選單裡面我們點P次轉換 你第一次使用P次轉換這個功能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會沒有路徑 那就是一樣看那個圖片是放在哪裡 嗯 像我現在就是把它固定放在這個地方 那這是我記得我之前跟你說過的上架用資料夾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所有的大圖 我都已經把它擺在這了 然後每一個大圖裡面都還有一個上字加框主圖 這個資料夾要放的就是我們現在這裡要做的事情的圖 但是等一下我會跟你說先把它匯出到其他的地方 等你檢視過都沒有問題之後再回來 把它丟到這個上字加框主圖裡面去比較安心 就不會有很多很多就是可能沒加好的圖 或是有問題的圖都通通擺在這裡面會混亂 好那要怎麼做呢 就開啟這個主圖加組合這個資料夾 把所有的照片都拖進去 拖進去之後呢你可以開始選你要的框 那就像我之前說的一樣 你不一定要每次選的跟我的是一樣的 但是就是你這一批 比如說你這個系列打算要這麼做的話 那你就是都這麼做 不要有的是怎樣有的是那樣 就是比較不會混亂 或是說你的版型的部分要加的東西 就是要一致 不然我們到時候拼貼起來就會很奇怪這樣 那我們這邊還是用之前的那個好了 看起來比較典雅一點 然後又有一點點就是不太一樣的感覺 那進來之後除了調整框以外 你還要調整一下大小 你看如果原始大小的話 它的框其實只有一點點看不清楚 所以你進來之後一定要先做調整寬度 寬度請設定600 那因為我們是1比1的比例 所以它就全部會變成600x600 好接下來就是 濾鏡的部分的話應該是沒有要做調整 再來就是要加Logo 你可以在這邊 然後選擇 你要加的Logo的位置 這邊有兩個點點點 按下去之後你就可以選相片 那我們就來找Logo在哪裡 這邊就是建議你把所有的 就是拍慢用的東西統統統擺在一起 才就是不用像我這樣子點來點去 那這個我們要上的是PNG檔 這個 這個好了 好這進來之後很明顯的 太大 等一下這不是PNG檔 再次 換一張 因為這壓上去會 因為這壓上去會 壓上去會有白底是不行的 開成這個好 好 OK 進來之後就是把你的Logo放在你要的位置 透明度 因為它會 紀錄你上一次做過的調整 所以就會 像我剛剛是把它調整很淡 因為我不想壓到圖太明顯 但是你這個 就可以把它壓的圖很明顯 因為我怕被倒映的話 就是假裝都放這裡 好就點一下每一張圖 看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這樣看起來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們再換個位置 你除了可以這樣移動之外 你可以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就會 它就會問你 你可以這樣自白 右上方 左邊 右邊 中央 有沒有 這樣它就會 位置就是很一定 固定的 就不會有的在這邊 有的在那邊 當然有些時候 你是必須要有的在這邊 有的在那邊 沒有錯 那就是 依照 個人的喜好的話 我們先放左上方 或右下方 多放右下方 這樣就OK了 那如果你還要上點字的話 比如說你要 你要說 這是天獅系列的話 天獅床包 系列 字體 這部分 清楚一點的 那你是可以用一些可愛的字 只是 要大一點 清楚一點的 現在這樣看起來還不錯 那位置的部分 我們就讓它放在左上角 這邊 左上角 那一樣點一下每一張圖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看起來沒有太大問題 我們的準備就做好了 那你可以把你現在做的全部的設定 存成一個檔案 這邊有一個存成批次設定檔 好 假如你隨便設定一個 網拍組圖1 這邊它就會把你的設定檔放在這邊 那下一次如果你還有一樣的圖要上一樣 就是比如說天獅床包系列 你有新增的話 那你就可以再讀取這個批次設定檔 就有這個網拍組圖1 的叫出來 就你現在設定好的東西就會一模一樣 就不用一直在選再變這樣子 好了之後呢 那就請選儲存轉換所有的相片 那儲存的位置是看你要 弄一個新的資料夾 還是它會在第一張相片的底下放一個output 通常我都做這個啦 就是你要找也比較好找 不會不一樣 那一樣這邊品質請拉最高 這邊 檔名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就可以從這邊它有一些 就是加留水號啊什麼的 那如果不改的話就不用動它 好按儲存之後 它就會開始轉換 它就會開始轉換 轉換完成 那一樣按一下更新 你就會在剛剛的這個底下看到一個output 再進來看一下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切換到檢視 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這樣子就是轉換完成了 好這樣子就是轉換成了 那到時候如果說你就會覺得沒有太大的問題 把它再移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把output preced print看起來就可以了 先這樣囉